他的黃神很酷 養胎迷思 吃黑變黑 吃白變白 懶怨的時候 是媽媽很緊張很緊張的時候 所以這時候就會聽很多人的意見 尤其是一些老人家的意見 像我那時候晚上就說 不要吃醬油 小朋友皮膚會黑 不要吃芒果 因為小朋友皮膚會黃 可是現在頭髮生出來白白胖胖 我就想說 那應該是那時候喝豆漿的關係吧 當然不是啊 我就很好奇 就是現在科學這麼進步 真的還有人會相信這個 可能是我們的國中生物教育是失敗的 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膚色其實是遺傳造成的嘛 所以我們其實黃種人的皮膚是最棒的 太陽曬多 就會變黑 隔絕紫外線 太陽不曬 然後就變白 可是不曬就不好 因為維生素都會不夠 所以其實 這個都跟你吃白的東西 跟吃黑的東西 完完全就沒有關係 受精的那一刻 就已經決定了 所以吃什麼沒關係 是 醬油盡量喝 對啊 健康的食物 但不是盡量喝 當酒這樣喝嗎 沒有啦 就是正常的吃 其實這些健康的食物 牛奶 醬 就加一點醬油 或者是一些黑的芝麻 都沒有問題 你的孩子膚色 不會因為你吃的東西的顏色 而得到影響 所以放鬆一點點好不好 是 不然想說你芒果都不能吃 夏天芒果冰多好吃啊 奇異果人家小孩變綠色 對 力居然好客